你知道萧炎当初是怎么迎娶美杜莎的吗? 她第一次见到女儿萧萧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事情还要从萧炎和美杜莎分别后开始说起 二人分别后六年 施名宗联合魂殿开始攻打美杜莎所在的阎盟 萧炎一听这个情况 立马带了三十多位斗尊强者来支援 但远在西北大陆的美杜莎却不知萧炎将来 她只是黯然地望着城外的战斗 美杜莎作为蛇人族女王 骨子里血脉的传承 让她对心爱之人始至不渝 心爱的男人阔别六年之久 她怎能不想念 萧炎离开她是为了老师与父亲 可美杜莎也为她诞下一女并替她维系阎盟 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 美杜莎的难处萧鼎都看在眼里 萧鼎沉声说 彩琳 如果我们渡过这次难关 我一定让萧炎迎娶你做我们萧家的媳妇 话音刚落 彩琳就带着阎盟的将士与施名宗展开了厮杀 密密麻麻的人影不断地搏斗起来 只是施名宗足有三十多名斗尊 而阎盟烈士明显只有十几名斗尊 彩琳对抗的奸男 眼见女儿萧萧也要被对方抓去 万念俱灰之际萧炎终于卡点赶到 并且抢回了女儿 一掌将来犯的斗尊打到吐血 见到心心念念的萧萧 萧炎自是难掩激动 盲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萧萧认真打量面前的男人终于得出结论 你是爹爹 听到女儿这么说 萧炎心中喜悦无比 随着萧炎的现身 阎盟本低落的事迹被重新点燃 彩琳也闻讯赶来 抱回了萧炎怀里的女儿 彩琳带着幽怨 埋怨道 我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萧炎看着娇俏可人的彩琳 心里也满是愧疚 连忙道歉 说她辛苦了 接下来 萧炎全身心投入了战斗 如今的萧炎早已今非昔比 不仅身怀四种异货 就连修为也达到了八星斗尊巅峰 经过一番熬战 阎盟以全胜收场 魂殿的人都被打得死伤惨重 战斗结束后 萧炎来到女儿身边 却看到萧萧眉间闪光 竟出现一条七彩小蛇 彩琳告诉她 原来当时的七彩吞天蟒的灵魂 竟借助萧萧的身体重生 这也支持萧萧一出生 就拥有了斗宗的实力 萧炎听罢自是欣慰 毕竟也是一桩美事 解决了桩桩件件事后 萧炎总算闲了下来 于是来到美杜莎身边 小声询问道 大哥让我们办一场简单的婚礼 也算是将你娶进我们萧家 你觉得如何呢 闻言 彩琳自是感动 她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刻 彩琳脸颊飞红 身体僵硬 眼睛也含了泪 萧炎便抱住她 深情映下意吻 不久后 在萧鼎与萧丽的主持下 萧炎与彩琳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礼虽简约 但却十分温馨 对于彩琳这六年来的付出 也算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接下来的日子里 萧家三兄弟常在一起把酒言欢 而萧炎更是享受到了 妻女在侧的快乐 只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 二人返回中周后 在心语阁里见到了耀老 耀老对萧萧的存在也十分惊奇 毕竟 她可不知道萧炎竟有个女儿 见耀老如此惊讶 萧炎也点了点头 很快 耀老的目光定格在了彩琳身上 又觉得错愕 耀老调侃道 真是想不到啊 当年美杜莎如此恨你 要不是有我在 恐怕你还不知死了几回 听闻耀老此言 彩琳不禁娇羞 她当年也曾与耀老多次交手 却不知之后还有如此焦急 彩琳让萧萧叫失功 萧萧便小声叫了声失功 听见萧萧的声音 耀老瞬间被治愈了 一直以来 她把萧炎当作自己的儿子 那萧炎的女儿 自然是她孙女般的存在 耀老一靠近萧萧 就感受到了她强大的灵魂力量 便断言 萧萧以后绝非耻重物 并且还主动愿意培养萧萧 见耀老如此喜欢自己的女儿 萧炎自然也是开心 于是四人便气愤极其和睦地 结束了第一次会面